不管是要拍照 還是要簽名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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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來者不拒 大年初三到盧州寶和宮發發財金 人氣旺 民眾提早半小時來排隊 S型隊伍沒斷過 柯文哲連兩天初二初三 雙北走春行 人氣不解 黃珊珊還一路念TT 因為雙北其實首度生活圈 有一些比方說拜訪的工作 怎麼就拜託他 他未來會再多跟客主席 一起來新北走 我二月十二號要去高雄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二月還有全台巡迴簽書會 藉此吸納支持者能量不可小覷 黃珊珊下一步 是不是繼續跟隨前長官腳步 走向二零二四備受關注 倒是柯文哲自己三月訪美面試 傳出美方布滿科的外交政策 親美有中太模糊 選擇觀望還不打算接見 聽起來很奇怪 所以老實講台灣最大問題就是 謠言太多啦 很多這種新聞 其實我最近看很多新聞 我看都是有目的製造出來的 我看一看就好了 到底要什麼時候去都 內部都還沒 還沒有個確確的實程 但九合一選後 柯文哲勢必要面對的民眾黨 人才不足 地方整合武力問題更加迫切 柯文哲不排除透過海選 招募人才也成立智庫 作為二零二四國鎮智囊團 而面對二零二四近逐遊歷人選 各自鴨子滑水 新北市長侯友宜很淡定 希望大家都多來 也關聯不只柯文哲 其他的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大家要來我都很關聯 民進黨新共主賴清德 初二就掃過新北 柯文哲初三也來了 不管是誰 侯友宜都是話不多說 只有些呵呵做待機 不變 應萬變 近新聞李嘉謙哲智峰 在我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